為了要加強促進出營車 環境部推動 社員協商 科技執法 中法官也在今年 到過增加三套 社員協商的設備 統計到十一月中 已經發十八十九台車 暗算年代進程 會在中法市 KO要告福興 還在增加三套 社員協商 車兩來來 蓋蓋的車路面 可以看到 社員協商系統 回到科技執法 若是聲音超過規定的範圍 都會吃攪拌 中法官主理工 在印尼開始 本來就有兩套 移動社員協商 今年到過增加三套 固定式 能夠半月的時間 處理後夜 已經超過移動社員協商 暗算年代進程 會增加三套 固定社員協商 像我們中山路 萬林的園林大道 另外就是我們 山頂要去運行 一、三、九線道 等於說是比較重要的路段 先來安裝 先後來說 像我們今年 固定的三點 三、九月已經做了一百八十幾件的傳儲案件 就是說它的成效很明顯 環保局表示 除了改裝車以外 老車 園林有課程 這些是不良家屬習慣 都有可能會發出違法的測應 仍然目前全國 總共有143圖 社員協商系統 環境部 也向行政院 增出1.9億的經費 暗算在2025年 全國會設定 366圖的 社員協商系統 記者楊蘇貞 中華報導 詳略 跟 谢谢大家